4月4日 日本本州东岸沿海发生6.2级地震 震源深度30千米 地震发生之后 微博话题日本地震 在几天之内阅读量突破了42.3亿 最高占据了热搜榜单第五位 话题下有大量网民发布了极端仇日言论 例如日本灭亡 疯狂点赞 祈祷时级地震等声音不绝 众网民对于日本地震的第一反应是幸灾乐祸 对此 微博网友阴雪丸疑似发起了一场钓鱼行动 他将一段毛泽东的亲日言论 以未著名出处的方式发布在的话题日本地震下 结果很快便招来了一些反日网民的围攻 他摘选了一段来自毛泽东外交文选中的话 中日关系的历史是很长的 人类几十万年以来过着和平的生活 我们的祖先吵过架打过仗 这一套可以忘记了 应该忘记 因为那是不愉快的事情 记在我们脑子里干什么呢 很显然不少攻击鹰雪丸的民族主义者们并未注意到这段话带有引号 也没有发现他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毛泽东所说 其中一位名为贵州榜哥的用户更是怒斥 你这种玩意儿要么是间谍 要么是日本人 我剑一个刀一个 最终 鹰雪丸给出了这段话的出处 并回复 要不你去跟他说 在得知自己首任对象是毛泽东之后 贵州榜哥很快就将原铁删除 如今 这一事件截图受到广泛传播 并被称作经典的粉红钓鱼案例 有网友调侃 发现汉奸职人言论 不过是毛爷爷说的 中国数字时代CDT致力于记录和传播中文互联网上被审查的信息 以及人们与审查对抗的努力 欢迎大家通过电报Telegram平台项目投稿 为记录和对抗中国网络审查做出你的贡献 投稿地址请见文字简介 阅读更多内容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cdt.media